今天我们继续聊聊教父2 本期视频将登场一位大人物 他甚至改变了维托克良的命运 他便是黑手党头子范伦奇 导演在他遇刺之前埋设了很多伏笔 例如从小酒馆出来后拿着死亡之城 回家的路上又看到了血腥的墨具 进门时又踩到了狗屎 这些都在一步步暗示着范伦奇最终的命运 有观众老爷会说这一切都是巧合 导演都没你想的多 但本片的美术师迪恩塔沃拉里斯 给老教父这条故事线绘制了详细的分镜头 每一个镜头都与导演科布拉进行反复的讨论 最终二人达成共识 用不同的色调来区分两条故事线 维托克良的成长线使用大量的暖色调 强调了他个人的魅力和亲和力 在构图上摄影机采用了旁观且平视的视角 充满了舞台剧的即视感 也正应衬了人生如戏的概念 今天我们继续根据拍摄剧本朱镇拉片 看看维托克良是如何从一个送货狼 转变成人人敬仰的黑帮大佬的 他与泛伦奇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冲突和纠葛呢 时间回到1917年的纽约 此时的维托克良已经娶妻生子 在摇篮里的人类幼灾就是好大而丧妮 这间不足几平的房间就是维托克良的全部了 这对于飘洋过海的西西里移民来说已经非常满足了 每个飘洋过海的西西里人背后都隐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这些感人至深的故事最终演绎成舞台艺术 在异国他乡流传下去 所以画面叠画切换到了纽约的剧场 舞台的布景一边是西西里一边是漂亮国 西西里的火山冒着黑烟 太阳被阴云笼罩 另一边散发的盛光的自由女神像比太阳还要耀眼 海面上无数条客船将西西里人欲望美国 他们在这里安家落户 开支散烟 维托克良正是美国移民时期的一分子 他在好朋友真客阿伯丹多的带领下走进了意大利人的剧院 整场演出都是用西西里语进行的 观看戏剧表演成了新移民们一种必不可少的修现方式 在两人落座前因为挡住了后排观众观看美腿的视线 维托等人遭到了白眼和口哨 他整颗兴致勃勃的形容着女主角的盛世容颜时 舞台上敲门声响起 一位年轻的姑娘登个台 他给男主人公一封西西里来信 信的内容是远在家乡的母亲去世的消息 这场戏实际上是一部20世纪初的戏剧 戏剧的名字叫做散子妈妈 而这部戏的导演正是科布拉的祖父 所以此处也是导演夹带私货 致敬了自己的家人 舞台上的女演员看向观众席 他突然间神色慌张 前排一个身影站了起来 遮挡住了视线 真颗破口大骂 一个衣着华丽 相貌粗壮凶狠的人缓缓的转了过来 这个家伙叫范伦奇 是当地的流氓头子 他号称白道橘子有人 黑道有干爹撑腰 所以他在这条街区无我不坐 在他起身时 镜头跟随 变成了仰视 让他显得高大 而且具有威胁性 他的影子笼罩在围托两人身上 仿佛是无形的压迫感 压着真颗透不过气 之前有人遮挡视线 剧院里老老少少都会嘟囊 而此刻没有一个人敢多言 甚至还有人隔岸观火 看这几个年轻人如何收场 真颗马上改口连忙认错 这才逃过一劫 显然范伦奇有更重要的事情 并没有理会两人 当他走后 真颗面部的光线又恢复如常 相比之下 维托柯良没有被吓到 反而询问对方什么来历 真颗回答道 整条意大利街区都未聚叹 随老范再次出现时 他的人影笼罩在整个剧院 用这样的手法 表达一种心理上的压迫感和束缚感 他走进后场 准备勒索剧院老板 正好被闯进后台 偷看女演员的真颗和维托 撞了个正着 范伦奇和剧院老板二人在争辩着 剧院老板抱着钱盒子 一再想要拖延交保护费的日期 剧院老板的女儿刚下台 朝着这个方向走了过来 范伦奇一把抓住他 掏出了刀子 抵在他的脸颊上 女儿成了人质 剧团老板哀求着 请不要伤害他 他被迫拿出了今天的收入 盒子里的现金是他全部的家当 面对黑手党的勒索 真颗选择了六支打击 二人面对威胁 展现出截然不同的状态 但此时的维托克良 还只是杂货铺的送货狼 但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依次咬喝 一天维托克良照常送货 在楼梯间的转角处 看到了三名年轻人 在与范伦奇搏斗 一个已经无力的倒地 而范伦奇一对三仍战上风 一个身材较小非常灵活的小伙 跳到他身后给了他一刀 但伤口太浅没有致命 三名毫无经验的年轻人 没有选择补刀 而是四散逃命 老范用帽子接着血 以免到医院匹配不到血型 他大喊着救命 维托躲在角落 想要置身室外 但老范下楼时 看到了维托和他的篮子 这见死不救的行为 让范伦奇愤怒 自己出了阳相 更是怀恨在心 他心想 如果我活着 势必要对你进行报复 两人的缘分就此结下来 而维托也得知了一个秘密 范伦奇并不是天下无敌的 他也可以被伤害 也害怕丧命 接着镜头 切回到了杂货铺 范伦奇被割吼的事情 传遍了大街小巷 但很遗憾 老范没死 他还把一人击退 三个小毛贼的事迹 改编成了三英战旅部的佳话 这让他名声大振 但只有维托柯良 知道真相 镇柯说刺杀他的年轻人 只想吓唬他 而维托反驳道 在西系里想要杀一个人 一定要一次成功 不能给对方报复的机会 这寓以成谈 范伦奇杀死了 其中一个男孩 并向剩下的两个男孩 索要了高额的贿赂 但这一点也让维托 柯良有了怀疑 因为在马匪的世界里 刺客只有死路一条 也正因为这一点 维托对老范的权威性 产生了质疑 所以接下来导演 用视听语言 展现了两人的立场 镜头跟随人物的调度 两人同框 但却有着一段距离 为了体现两人意见不合 画面中间用线条做了分割 真客畏惧老范身后的背景 他怕警察 也怕黑帮撑腰 所以只能忍受 但维托认为 老范不过是个小角色 在勒索剧院老板时 无耻的绑架了他的家人 在遇刺时身边也没一个保镖 面对三个孩子 也差点丢了性命 老范在他眼里无足轻重 而真客则提醒维托要小心 在构图上 两人中间 始终有一根柱子 将两人分割 最终门外的客人闯入 打破了两人对话 真客走到画面的另一侧 两人拉开一大段距离 通过人物调度和画面构图 展现了两人的立场 维托克良 他已经开始展现出 卓越的领导能力 和远见着实了 但在登上人生巅峰之前 必定要踩几块垫脚石 很快这石头就找上门来了 下一场戏的场面调度 非常有趣 从老范进门开始 通过摄影机的简单横摇 便构建了四组人物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 摄影机设置在屋内 隔着窗子 看到了老范的身影 他的身后跟着一个陌生的男人 两人一前一后闯进店里 门口橙色的火光 也渲染了危险的氛围 摄影机开始横摇 带出了柜台后的维托克良 他与老范有短暂的交集 第一组人物关系出现 先前他撞见老范被刺杀时 他是唯一的目击证人 他知道老范当时的惨状 此次范轮奇来这里 便是要报复维托见死不救 第二组人物关系随之出现 而他身后的侄子 便是他报复的武器 他顶替维托克良的位置 之后维托开始运动 摄影机跟随 带出了画外的第三组人物关系 他占据画面前景 胜材魁梧 显得气势逼人 相比之下店主显得很渺小 老范非常无理的 在柜台里掏了一把花生米 镜头切换到维托这边 前景是他和珍珂 维托手里拿着午餐 而背景是老范的侄子 接下来他的饭碗即将不保 珍珂说因为刺杀失败 后范轮奇名声大造 现在他更是嚣张的 要收双倍的保护费 店主卑微的哀求着 前景的范轮奇吃着花生 而背景里他的侄子 也相同的随便拿着商品 塞进嘴里 两人都是妥妥的混蛋 店主站在老范侄子 和维托克良中间 他难以启齿 无从抉择 维托克良没有愤怒 反倒是安慰店主 什么都不必说了 自我小时候流浪至此 你给了我工作 我已经感激不尽了 维托展现了年龄 不相称的豁达 在构图设计上 店主与维托的站位 和范轮奇与店主的构图 几乎一致 未来的马匪交付 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克良家族在处理事物时 所遵循的原则 是打击强者 帮扶弱者 这也是他们家族 在社区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得到了广方的尊重和支持 维托离开时 店主追了上来 他拿着一个食物篮子 想要表达自己的歉意 他停留地点的背后 刚好是一家银行 此时的维托克良身无分文 但他仍然没有接受店主的好意 这也体现了他的人格魅力 年轻的维托婉言拒绝了 他知道这一切不是店主的错 而是这糟糕的世道 但俗话说 上帝给你关上了一扇门 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窗 突然间一声声响 维托家的窗子被敲了一下 一个声音询问 他是否是意大利人 维托走到通风景 他的邻居克莱闷子 显然是遇到了麻烦 对方扔过来一个包裹 说下周过来哪 然后便关上了窗子 维托看看妻子便关上了门 而这一幕 正和麦克关闭书房的大门 是相同的设计 但不同的是 克良太太并没有询问 发生什么事 克良家族女人不参与生意的传统 就此开始 而克良太太 给予全部的信任与支持 在剧本中写到 维托把那团东西放在了浴缸里 包裹里是五支油亮的枪 维托思考片刻还是决定帮她 并把她放进了厨房的角落 在剧本中还写道 为了维持生计 维托在铁路上做着繁重的工作 但因为这是一份不稳定工作 很快大批的工人被裁掉了 她正和一些工人一起走在拥挤的大街上 她意识到克雷门子正在默默的跟着她 维托仍然置身事外 不想招惹麻烦 所以她说了谎话 两人来到意大利人开的小酒馆 维托和克雷门子在喝咖啡 二人已经成了朋友 为了答谢维托克雷 克雷门子准备送她一份礼物 两人沿着街道走着 但此时曲风突变 音乐变得欢快 为了铺垫之后荒谬的剧情 在环境音里增加了绵羊和母鸡的叫声 通过声音造型描述了主角的生活环境 两人操杂的生活环境 和之后高档社区的安静祥和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高档社区这里没有小商小贩的叫卖 也没有畜生的叫声 所以在克胖和维托准备进门时 能清晰的听到 有远即近的传来了教堂弥撒的钟声 今天是礼拜日 妇人们都前往教堂参与礼拜活动 所以克雷门子才敢光天花日之下 溜门窍所进行盗窃 克雷门子抱怨朋友没有留下钥匙 随口就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扳手 维托凯良下的退后几步 原本不想惹麻烦 总是躲在一旁的他 也迎来了他人生的抉择时刻 他现在二次失业 他需要养活家人 更需要结交新的朋友 俩人走进豪宅 接着摄影师通过简单的任务调度 介绍了空间环境 维托凯良敬畏的走进这座奢华的宫殿 接着看到了那块 克雷门子口中的红色羊皮小地毯 显然维托第一次当小偷的搭档 并没有太多的经验 克雷门子招呼他帮忙挪开桌椅 二人开始将那块地毯卷了起来 突然间风音器响了一声 门子马上扔下地毯 走向大厅的前门 虽然透过门缝 发现了暗门铃的是警察 但他依然没有胆怯 反而从短上衣口袋里 掏出了一把手枪 画面的构图仍然像一幕舞台剧 而唯一的观众维托的位置在沙发后 左侧是刚进来的后门 他站在窗边观察环境 首先没有选择逃跑 但也准备好了退路 如果克雷门子出了意外 好第一时间离开 克雷门子搬起了枪的机铁 还好那个警察没有闯进来 而是选择走开了 两个年轻人展现了超人的能力 在维托眼里 克雷门子胆大心细 而在克雷门子眼里 危机关头维托也是值得托付的好帮手 经此一战 两人的同盟关系初步达成 二人扛着那块小地毯 欢快的跑上了台阶 但此处道具组出了差错 两人扛着的地毯 要比先前豪宅中的地毯 大了许多 画面切换到维托克雷的家中 克雷门子像一个成熟的裁缝 跪在地上将地毯切割 这是他对维托克雷的回礼 先红的地毯上 大儿子桑尼可以无忧无虑的 躺在上面玩耍了 富人家一小块垫脚的地毯 让这个家庭充满了幸福感 维托等人冒着生命危险 换来了子女更加舒适的成长环境 这也是克雷门家男人 一直在做的事情 晚饭后 维托把藏好的枪交给了克雷门子 来到了市中心上一区的仓库 和他们一起 还有一个叫做太西欧的 高高瘦瘦的青年 门打开来 一个叫做奥古斯托的枪将 将几人领进车间 这场戏的灵感 来源于科布拉祖父的亲身经历 祖父年轻时 经常帮助街区的马匪们修理枪支 然后在用这部分钱 资助儿子学习长笛 最终卡米恩成了长笛艺术家 教父三部曲的大部分音乐 也都出自他手 伴随着优美的笛声 进度切换到另一边 克雷门子在放风 维托和泰西欧在细节上场的衣服 随手丢进自己的小货车 衣服原地销售 而克雷门子更喜欢送货上门 此处上楼梯的画面 与教父一中桑尼上楼偷情的画面 采用了相同的设计 摄影机都没有选择拍摄人物的面部 而是都对准了下半身 克雷门子敲响了一户人家 他的销售能力好不好我不知道 但他一定有一击之差 第二天他把没有卖掉的衣服 再次交给了维托 维托已经化身成团队的司机 在剧本中写到 整条小意大利街区 也没有几日会开车 维托驾驶着运货汽车 通往市中心的商业街道上 他拐过一个街角 由于红利灯停了下来 可怕的家伙正在他的左侧 他突然间跳上车坐在了旁边的座椅上 他开始给维托克良盘盘了 他首先说 你们在我的地盘上偷东西 但却没有到我这报备 你们也知道我有三个女儿 你们私下搞女装生意 都没有上门送几件给我 你们这是不尊重我 老饭先没提钱 而聊的是尊重 仿佛是一个长辈给后辈知道工作 我念你们是出饭 给你们纸条明路 你们赚了钱 我也想湿湿嘴唇 这是一句意大利礼语 大概的意思就是 我也想分一杯羹 我知道你们每人能赚600块 而我只要200块的保护费 就可以保护你们在这条街上的安全 看维托没有反应 老饭气愤的踩下了刹车 然后威胁道 如果你不尊重我 条子就会找上门 这对你们是毁灭性的打击 老饭打一棒子给一甜枣 他又退了一步说 如果弄错了你们收入的金额 我可以少收一点 没人只要100 但请你别拒绝我 看在老乡的份上 维托克良面对威胁 没有表露心声 而是笑话不语 如果当面拒绝起了冲突 就很难收场了 维托点点头 微笑着说 一切都好商量 老饭看对方态度诚恳 便说他 你是个好小伙 你懂得尊重我 回去和克莱门泽说 多听听他的意见 老饭胳膊上搭了几件衣服 就下了车 还向维托挥了挥手 维托克良愤怒的看着老饭 有了自己的计划 老饭先是勒索200 又怕要价太高激怒对方 所以随后又打了半折 给出了100元的方案 收保护费都可以打折 可见老饭是个软蛋 接下来一场戏 充分的展现了维托克良的 领导才能和谋略 在镜头设计上 也有不少巧思 维托克良太太在厨房 做着意大利面 三人同桌吃饭 维托克良则负责给 泰西欧和克莱门子分发餐具 而本次聚餐的主题 就是刚要建立起的生意 是否要给老饭增加一双筷子 但在几人闲谈间 我们得知 维托只转达了老饭的前半句话 每人要交200元的保护费 但后半句只交100元的方案 是一个字也没提 他想要逼迫队友们 按照自己的计划去反抗 所以没有给同伴留后路 克莱门子的建议是保守治疗 要多少给多少 毕竟他背后有靠山 有的吃总比没的吃要好 而泰西欧也在斟酌 如果不付钱会有怎样的后果 传言犯罪团伙的头目 马兰扎拉是起的养父 而且传言警察局里也有他的靠山 咱们这三人小作坊无力抗衡 而维托克良是坚决反对付钱 三人各持己见 所以在画面构图上 选择了三个独立的镜头 随后维托克良坐在两人中间 他说道 你们每人给我50块钱 剩下的我来告定 克莱门子被维托的气势震慑了 原本的团队司机此刻却发着光 在拍摄剧本中 维托讲述了计划 你们明天去和老范谈判 就说钱在我这 我是你们的代理人 你们不和他讨价还价 我要去他家和他谈 我会寻找一个时机杀了他 克莱门子心神不安的打了个阁 用酒把食物冲了下去 他提醒维托 老范不是独自一人 而维托克良再次强调 我会杀死他 维托克良是如何判断出 老范没有靠山的呢 先前刺杀老范的三个青年 一个被枪杀 两个被老范勒索 维托断定他没有能力 同时去杀三个人 逐个击杀也会走漏风声 剩下的人则会逃跑 所以他只能杀了主范后 勒索另外两个人 达到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但没有一个黑手党 会允许刺杀自己的刺客活着 而且老范总是独来独往 不管是收取保护费 还是遇刺时 身边没有一个帮手 所以他断定范轮起 只不过是一个纸老虎 但在实拍时 导演修改了剧本 毕竟不能让任何人 知道交付的底牌 维托克良开始劝说 克胖和泰西欧 只要你们记住 我帮了你们一个小忙 仅此而已 是损失50还是200块 显然前者更值得搏一搏 维托甘愿冒着生命危险的态度 使克莱闷子和泰西欧大为感动 单独的镜头终于被打破 三人举起杯 达成了统一战线 第二天半晚 一个由十几人组成的 意大利街头乐队 正在教堂前演奏 街上挤满了人 正在庆祝意大利的传统节日 盛热纳罗节 拥挤的人群中 克莱闷子沿着街边的小亭子走着 然后他要了一个三明治 但并没有付钱 店主只能无奈的探手 他无时无刻都在吃着食物 为了体现他日益肥胖的身材 在影片的后半段 在他的衣服下增加了一个假肚子 他拿出了自己的50块钱 并告知委托 老范的三个女儿都在教堂 老范固身一人在小酒馆等他 随后太西欧也走了过来 交出了自己的那一份 在构图设计上 维托处于两人中间 他成了团队的核心 克莱闷子询问维托克莱 如果老范不答应应该怎么办 维托说道 我会给他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 在他离开时 背景中再次出现了橙子的符号 维托走进了小酒馆 里面空荡荡的 只有一个高大的人 独自坐在一张小桌旁 门口的店主知趣的走出了房间 这里正是之前维托克莱 与克莱闷子喝咖啡的地点 维托走到老范面前坐了下来 他一个字也没说 便数了出了一百元放在桌上 老范将帽子扣在了钱上 他窥视了一眼 发现数目不对 便气愤的推到了维托面前 维托克莱也没有被吓到 他微笑的说道 我有点缺钱 并且我失业了 让我欠你几个星期 之后肯定还上 而老范已经忘记了眼前的年轻人 正是自己侄子抢走了他的工作 他稍微有点震惊 这样一个年轻人竟然如此淡定的 坐在他的对面 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收起了桌上的钱 他接受了维托克莱昂的一百块 允许他拖欠保护费 为了给自己下台阶 他对维托表示了赞赏 并且说 我可以给你介绍更赚钱的工作 但前提是 你之后的保护费要补全 老范拿着勺子搅动着咖啡 但细心的观众会发现 勺子上什么都没有 刀具组出了岔子 老范面前的是个空杯子 勺子在里面搅了个寂寞 但老范并不在意 出门前还在维托克莱昂脸上 打了一巴掌 维托没有反抗 当这笔账 稍后一并奉患 他确认了老范是个纸老虎 准备开始执行自己的计划 街上传来了悲壮的交响乐 震耳欲聋 老范在大街上站了一下 人们纷纷的向他打招呼 而后 他朝着家的方向走去 他经过一个摊位时 死亡之城再次出现 暗示了人物命运的走向 远处贴满钞票的圣罗科神父的神像 被人抬着缓缓走来 传说中 他卖掉了所有财产给穷人 而后前往罗马 穿越意大利时 治疗了这里瘟疫的患者 他是最受欢迎的圣人之一 他被视为可以驱赶瘟疫的神圣使者 而范伦奇就是小意大利街区的瘟疫 而维托科良就是要拔除瘟疫的圣人 意大利人有在神像下贴纸币起伏的习惯 但绝不会贴在圣人像的身上 但美术师迪恩塔沃拉里斯 在神像上布置了超多的纸币 体现小意大利街区 黑手党畸形扭曲的发展状况 纸币几乎沾满了圣人全身 道德与信仰正在被吞噬 所以维托科良成了天选之人 他要打破权威 不乱反正建立新的秩序 为了让小意大利街区更加真实 美术师迪恩塔沃拉里斯 带领美术团队 用六个月时间将这条街区 改造成了1912年时的景象 制片面对商户打了保票 我们掏钱免费改造 甚至会有补助 听到这老板们一片叫好 但开工后人才发现 改造变成了做旧 一夜间回到了50年前 最离谱的是 殡仪馆改造成了银行 银行则改造成了肉铺 整条街区都遭到了 不同程度的破坏 就连楼顶都没放过 楼顶的维托科良仿佛在舞台上 而此时的老贩则变成了观众 她经过末表演的台前时 仿佛与演员们一同登场 台上正在表演的是 卡里尼男爵夫人之死 是西西里最著名的悲剧故事 卡里尼男爵夫人 被迫嫁给了自己不爱的男人 在包办婚姻中 她爱上了丈夫的表弟 最终两人的不正当关系被发现了 男爵夫人的父亲亲手将两人杀害了 老范有三个女儿 所以她对周围的观众说 这个故事队伍来说 太过于血腥与暴力了 但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她扮演的不是杀害女儿的父亲 而是一只待宰的羔羊 随后镜头切换到维托科良 她伸手脚剑的 跳到了脚底的屋顶上 刚好卡在音乐的节拍上 她来到楼的拐角 拿出了早就藏好的装备 之后画面平行切换到了 手持神器的神父 两个镜头的构图相似 人物的调度相同 两组形象相互切换 暗示维托和神父 在某种方面具有共同的特点 承担着相似的责任 让维托科良刺杀行动 充满了仪式感 之后她用铁丝挑开了 楼顶大门的插销 伴随着大门的打开 声音也随着主角进入到了楼内 之后在关门后 音乐没有消失 而是变成了维托科良的主观BGM 镜头切换到楼下 老范也到了家门口 同样的空间环境 同样的BGM 做了不同的音频处理 在老范登场后 在背景音乐里夹杂着拳飞声 他站在门口 用台阶清理着鞋底 他仿佛踩到了狗屎 在基督教中 信徒左脚踩狗屎 要走好运 而右脚踩狗屎 说明即将走没运了 此时窗外街面上游行的队伍已经到达了终点 神父弥萨已经完成 街面上的人们逐渐起身 神父手中拿的神器是意大利圣亚纳略干枯的血块 他的血液会在弥萨之后 从固态再次变为液态 神父以此来判定未来的吉凶 每位信徒也排着长队 想要上前亲吻 他获得祈福 一边是手持神器的神父 另一边是用布包裹着枪 等待时机的威托科良 他出门时特意选择了一身深褐色的套装 让自己完美的融合到深色的大门中 大块头的老饭走过去将灯光调亮 与此同时照亮了暗处的维托 他紧跟其后没有选择背后开枪 而是等待着窗外的人群的庆祝声掩盖自己的行径 终于窗外传来了欢呼声和变炮声 维托科良没有给他反应的机会 便抠动了扮机 毛巾包裹手枪的设计是罗伯特德尼罗提出来的 首先可以隐藏武器麻痹敌人 其次是起到消音的作用 子弹贯穿了老饭的胸膛 但只打穿了外套 而衬衣却完好无损 显然又是道具组的一处春帮 这时维托又射出了第二颗子弹 正好打在老饭的脸上 是对之前在咖啡厅受到的侮辱 做出的回应 现在维托用来裹枪的毛巾已经着火了 窗外的迷萨结束了 人们欢呼着 仿佛在庆祝维托提天行道的壮举 维托走到老饭身边 攻下腰 迅速的在他嘴里射出了最后一颗子弹 就像之前他说的 在我的老家西西里 想要攻击一个人 最好把他杀了 杀黑手党范伦奇这一幕 成了影史经典 在两年后 同样是他出演的另一部影片 出租车司机中 导演马丁斯克塞斯 完美的复刻了这场戏 对自己的好朋友科布拉 进行了致敬 范伦奇成了维托克里昂 杀的第一个人 这也标志着克里昂家族的崛起 二十年来 维托克良经历了种种磨难 小时候亲自目睹了亲人被杀 逃往美国后又感染了天花 在街头流浪 被迫失业 加上儿子重病 他的生活陷入了绝境 在这个过程中 他开始思考如何保护他的家族 以及如何对抗那些曾经 对他造成伤害的人 维托克良成长为教父 不仅是因为遇到了老饭 这种特定的人 他的勇气和智慧 终将让他成为 这个社区中的领袖人物 杀人后他仍然冷静 他拿走了老饭的钱包 让人误以为是一场 抢劫杀人案件 他又重新回到了屋顶 刚才着火的毛巾也没有落下 但此处的毛巾完好无损 没有火烧的痕迹 被害怕穿帮的德尼罗 将他扔到了对面 亮衣服的楼顶上 然后敲碎了枪支 把残件分别扔在了 不同的风景中 最终所有的零部件 都清理的一干二净 街面上人们昏度节日 相比之前的全景镜头 人群的占比变大了 和之前的画面相比不再压抑 但此处也有一个穿帮 1917年时 美国的国旗是48星 而此处群众演员手中拿的 都是50星的国旗 维托克良重新回到人群中 每一位节日庆典的信徒 都成了他不在场的证人 为了烘托庆典的欢快氛围 此处应用了大量的烟花 同时也外化了维托此刻的喜悦 维托克良穿过人群 走向妻子和孩子们 朋友和邻居们快乐的坐在前门廊上 一些男人在喝酒 一个邻居在唱着一支纳布勒斯歌曲 维托一个字也没说 悄悄的加入到人群之中 他抱起了小儿子迈克 并亲吻他的脸颊 刚刚还抠动扳机的手 现在牵着儿子的小手 他说道 迈克 爸爸爱你 背景音乐 教夫的主题曲逐渐盖过了一切声音 在电影的后期阶段 维托克良已经有了足够的能力 来改变自己的人生 他开始采取积极的行动 来保护他的家族和他的朋友 同时他也开始对那些 曾经对他造成伤害的人进行报复 在这个过程中 维托克良逐渐变得更加坚强和果断 他不再是一个弱小无助的人 而是有着一个强大影响力的人物 在教夫2的小说《匪业》上写着 教夫的邪恶和浪漫 你无法拒绝 教夫的阴谋还在继续 你死我活的较量还在上演 他们是指手遮天的男人 势均力敌的统治者 他们是浪漫的情人 勇猛的战士 忠诚的朋友 他们是息息理人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也喜欢这张镜头 是拆解的蜡片 可以关注我 我是沙哥 我们回头见 再次